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每天煮鸡蛋的水千万不要扔了 大家都知道鸡蛋皮含有丰富的钙、铭或者其他的矿物质 那么这些矿物质在煮鸡蛋的时候 它会释放到我们的鸡蛋的水里面去 那么这个水就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特别是钙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含丰富的钙的水去浇灌 去喷洒我们这些庭院种植的植物 给它们补钙,补铭,补矿物质 一种办法呢,就是我们用这个冷却的鸡蛋水 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牛奶放进去 然后我们用这种叶进行喷洒植物的叶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牛奶液和鸡蛋水倒进这个喷雾器中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鸡蛋奶水进行叶面喷雾 那么我们喷到叶面上 那么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我们添加更多的营养或者微量元素到这个里面去 我们做成超级营养液 补钙,补鳞,补甲 就是呢,我们不但要用这个鸡蛋皮 那么我们还要加上鸡骨头 那么鸡骨头的这个鸡翅膀 这些骨头呢,含有丰富的鳞 那么我再加上香蕉皮 那么香蕉皮富含钾 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 再烤它15分钟到20分钟 这样的话就它们都烤烂了 很容易粉碎 这是我们烤好的这个鸡蛋皮 你看很容易粉碎 用手一捏都烂了 就粉碎了 那么鸡骨头也是 这鸡骨头这样一捏就断了 就碎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这个小蒜臼子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香蕉皮 这个烤好的这种香蕉皮也放进去 然后我们粉碎 用这个去炸,去炸烂它们 当然这个炸法呢 可能不会太细 然后我们再翻一翻 再炸 就是这样炸呀炸呀 把它炸烂它 那么这种办法呢 就是四个功夫活 一定要多炸一些时间 然后它就比较碎 粉碎 那么我们家里有这个打汁鸡 那么这个打汁鸡呢 我们也可以用 那么现在我把它倒了 这个打汁鸡的这个瓶子里面 那么打汁鸡呢 就会打得非常非常的细 非常的就像白粉一样 那么我们在打之前呢 把这个牛奶鸡蛋水倒进去 那么它可以帮助这个粉碎 而且能够搅拌均匀 那么你也可以不用把水倒进去 那么直接就是光这样打 打了以后 然后再掺和在一起 那么我们这个办法 就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我们用这个打汁鸡去粉碎 那么按下去 它就开始粉碎 然后我们可以离位置 让它转 那么转的大概 越长时间越好了 越精细 那么我们大概转它五分钟 然后我们把它拿下来 那么和剩下的那些奶鸡蛋水液 倒在一起相互掺和 掺和几遍 然后我们再过滤 那么过滤完以后 那么这个水呢 就是我们要用来 喷洒喷雾液面的 超级营养液 然后我们把这个水 倒在喷雾器的瓶子里边 我们就可以进行喷雾 那么剩下的这些杂质 是非常有营养 那么你们会看 非常的细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呢 就放在这个根部的土壤里边 掺和 然后我们浇好水 把它渗透到土壤里面去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浓度太大 基本上我们可以再加一半的水 来吸食一下 那么这好了 我们就可以用了 然后我们到后院的看看 谁缺钙呀 嘿 谁缺钙呀 嘿 谁缺钙呀 好像没有回答的 我缺钙 我缺钙 我 这个还真是有点缺钙 看到吗 这个范茄 它这个根部 底部有这个疤痕的状态 那这样基本上是缺钙的现象 那么基本上我种的植物 我缺钙的比较少 嘿嘿 他们很lucky 嘿嘿 好了 对着它的叶面 就这样喷呀喷呀喷呀 多给它喷一点 然后让它的叶面和枝干 都有这个超级营养液 那对根部也可以喷一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剩的这个杂质 然后我们把它呢 倒在它的根部的边缘部分 然后我们再用小钩子送送土 那么送完土以后 我们就可以浇水 对它的根部进行浇水 那么浇水的时候呢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 这些营养液一部分的成分呢 送到根部 那么如果你还有大的这种喷雾器 比如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喷雾器 那么我可以把它 直接的整个的倒在这个大瓶子里边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点水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大的家伙 去喷雾 这个就效率大大的提高了 然后盖上盖 然后施压 重启成施压 好嘞 开始补盖 补灵 补假 不需要也得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 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您的小小的一个举动 可以帮到我们 去传播跟更多的人 来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大家